背景介绍自1988年奥运会以来 NBC一直担任夏季奥运会的美国转播权 合自2002年冬奥会的转播 2011年NBC与国际奥委会达成43.8亿美元的合同 取得2020年奥运会转播权 这是奥运历史上最昂贵的电视转播权协议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是NBC参与的第一届奥运会 于1964年在东京举行 2018年10月10日 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54周年之际 NBC公布了将要全面推广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台标 设计公司洛杉矶品牌设计公司Motion设计阐述 东京一词在设计上独具特色 占有突出地位 采用加粗流体动态的定制字体设计 大胆而流畅 参考日语书写的不同线条形式 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动态运动 首字母T从左到右上方搜搜的尾巴凹槽吸引眼球 也是设计中标志的独特风格 标志中的O基于圆形基础 使用副空间继续向K中向斜上方划线 寄予蓬勃发展的希望 Y的右侧之压弯曲成弧形 融入最后一个O的形状 形态不在单一 也有蓬勃向上的暗域 2020以干净的几何字体显示 带有圆形0元素 匹配Tokyo的O风格 数字和圆形0的宽度 与奥林匹克环很好的匹配 奥运五环可以放置在下方 Tokyo位于两个标志性图案 MBC孔雀和奥运五环之间 它的设计尊重日本充满活力的传统 和丰富的现代文化 拥抱东京的现代精神 充分探索当今技术 科技时尚和流行文化的活力 以体现东京奥运会的卓越能量 考虑到标志将出现在各种平台上 设计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和颜色 MBC的2020年 东京奥运会标志 将嵌入数千小时的线性画数字覆盖 从60英寸的电视屏幕到手机 从广告牌到服装 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反应 以产生更多的互动 这些活动将在开幕式前一年多开始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将于2020年7月22日开始 第一项活动是累球重返奥运会 开幕式在2020年7月24日 Ralo Go观点MBC在赛事转播方面 享有盛名 制作水平很高 不过该品牌商业性十足 曾经延迟转播 以求最大商业利益 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延迟转播事件 这方面一直遭到观众吐槽 近年来是好新媒体 开展了许多互联网直播业务 提升了用户体验 今日话题这个标志 有体育精神吗 是吧